今天很高興能夠跟花旗集團杜根董事長見面 非常歡迎您到臺灣來 花旗集團在臺灣深耕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說是臺灣民生最響亮的外商影響應該是不為過 今年以來 臺灣整體經濟狀況相當穩健 出口薄弱 民間消費增溫 國內經濟穩定都在成長 前三季的經濟成長率都是亞洲社小龍第一名 在金融體系中 預放比率是全球最低 薄費總額佔GDP比重全世界低 以及上市公司市值佔GDP比重 中小企業取得融資容易度都名列全球低 儘管全球經濟跟金融情勢充滿變數 臺灣在各項世界的評價依然相當高 這顯示我們推動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 優化投資環境已經逐漸發揮成效 未來幾年 臺灣已經確定會有半導體 離岸封電等塑造的重大投資將逐步落實 另外 也有上千億的資金回台 臺商更聚集佈局我們南向的國家 這些行動都需要金融界的協助 但同時 這也代表未來幾年 臺灣的金融服務商機無窮 財富管理上也有很多商機 希望花期加碼投資臺灣之舉商機 臺灣有健全的金融體質 但我們更期待有更多的國際夥伴 跟我們一起來提升金融市場的體質 也來參與金融的創新 最後再度歡迎杜根董事長來訪 並且祝您這次訪問收穫豐富 謝謝 蓬拉iko 然後這邊有個 많은欣賞 做成功的標 Kit